我那个我就说我是和宋老师第一次合作 我知道他会讲 但不知道他这么能讲 我给宋老师35分钟 他直接给我翻倍 所以我 不好意思说我本来想后面不讲的 但是讲的是真精彩 真尽性 然后我们在那个谈目 如果有B站的谈目的话 估计宋老师的脸都被谈 谈的都看不到了 那么我们下面华山论件 宋老师精彩 下面我们还有更精彩的点评 好我们有请陈秋实 他是Georgia Tech的运筹学博士 现在是宾州州立大学的工业工程系的助理教授 陈教授的研究方向为医疗决策分析 公共卫生政策以及数学建模及优化 他也是我们Champs的青年材俊 好我们有请陈秋实 听得到吗大家 可以听到 谢谢那个screen吗 OK 首先感谢鲍老师和张老师的邀请 然后前面宋老师讲了这么多 我觉得就两个字过瘾 听得太过瘾了 然后深入浅出讲了很多关于疾病建模的一些心得和体会 我觉得这个非常宝贵 所以这不是从教科书里头可以学到的 这个都是实战经验来获得的这么一些经验 然后张教授说让我点评 实在谈不上点评 我觉得就借着这个机会和大家一起讨论讨论 然后交流一下建模的心得和体会 然后从疫情爆发开始 然后刚开始的时候 我也是能够track这个published modeling paper 但是后来实在是太多了 然后就放弃治疗了 然后但是从中一些好的journal 像柳叶刀 像science nature 他们的modeling study 确实还是确实非常高质量的 所以有一些 我就拿出来稍微跟大家总结一下 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在这个modeling的paper里头 偶游的话 起码稍微会多一点头绪 直到大概这个方向怎么看 如果大家觉得这有帮助的话 我就觉得非常非常hopeful 所以我最赞同这个 就宋老师说的那些总结的 就是I agree with everything 然后他说的有一点我是最赞同的 就是一个建模分析的research 最根本还是取决于你的目的 你想达到什么目的 你想怎样帮助决策者做决策 对吧 所以如果从目的上来分类的话 我觉得大部分建模的文章 可以分为两大类 所以这就是我来这个全评 这样大家看得清楚一点 谢谢大家